我们大概是两三年前买了预售屋 然后在去年左右开始正式交屋 所以开始做正式的贷款 那我们目前贷款的话 是以最高层数贷到八成为主 因为是新建案 因此银行房屋建价的结果 还令肖先生满意 这样就能有余裕做其他规划 房贷大概目前台湾是2%多嘛 信贷大概频率到3到4% 其实贵了将近一倍 那我们当初考虑到说贷到最高 是因为2%你现在目前很多的金融商品 其实你可以cover这2%其实很容易 可是如果说信贷的话 3-4%你要相对来讲 我觉得就是比较产品来讲 你要胜选比较难 难够可以cover到这个的东西 cover到3-4%信贷这个利率 再加上银行有给宽限期的优惠 压力也不至于这么大 宽限期到其实我们还可以考虑说 再换比较银行再重新争取宽限期 所以等于说我们房子前面是有个投期款 后面其实每次都只要付利息就可以了 那我是觉得其实拿信贷的部分做投资 我觉得比较不建议 因为毕竟它的利率比房贷高 那变成你要在获利的空间 我觉得就会有点被压缩到 不过根据住商机构统计 联征中心的资料 比较2014年至2024年间 历年1月的个人房贷与信贷状况 发现2024年全国1月同时有房贷和信贷的人数 达到363580人 数据刷新历史新高 而且与2014年相比 人数也成长25.1%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结构的改变 那就是说租群与年轻人居多 那就是说在买房的资备款资金的这个缺口上 可能会有一些些不足 必须透过这个房贷之后的这个信贷 来补足这个资金的缺口 以信贷来讲 大部分有些人他们的年轻人大概使用的 这个在方面上他会使用在说在 除了这个房子装修或是天后家具 加上近年来股市热 也有不少年轻人大开杠杆 将信贷作为资金投入股市 尤其也发现使用信贷的族群趋于年轻化 其实现在大概普遍的这个投资的年龄 大概在25岁到35岁之间 这个年龄层其实是蛮明显的 以在20年开始事实上 这个的年轻化的趋势是明显的 就是说它有增长 那其实在整个的未来上来讲的话 应该这个的比例会持续的在增加 根据联征中心的统计 1月双贷族 他们平均的房贷是568.8万元 而信贷的金额则是101.7万元 这两者最近十年都有所增加 其中房贷十年的增加幅度 从2014年平均333.9万元 增加至568.8万元 涨幅70.4% 信贷十年间从平均53.9万元 增长至101.7万元 增幅也有88.7% 现在可能不管是投资股市 还是这个在房市的部分 因为增值的这个状况都蛮可观的 所以也让民众会觉得说 我给付这一个利息 相对起来这个成本我还能负担 因为我可能可以在这一个 不管是房市还是股市的这个获利上面 其实可能会比我想的更优渥 即便央行升息 但台湾的利率放在全世界相比 还是属于利率偏低 因此不论在房贷或是信贷上 民众只要有把握 借贷的意愿也会增高 长辈那个时代 他们为什么不兴盛借钱 一方面是传统观念 使然觉得缺人钱就是比较不好 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你大概回溯到 这个78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利率水准非常的高 那个时候可能房贷利率是十几% 那你信贷利率可能就更高 现在整体我们刚刚有提到 整体的利率水位 其实在大时代来说 以及全球环境来说 台湾的利率水平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中低水平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说 其实现在的民众 他对于这个投资理财的观念 是比早年的这一些长辈 来的这个灵活 不过民众借信贷做投资 也要评估自己能承担的风险 万一遇到短期资金缺口 或是获利不如预期 导致还不出钱 可就麻烦了 TVBS新闻和这样下单词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